- 這邊叫我打來啊 - 欸 聲鼓打來啊 - 欸 聽得到嗎? - 欸 妳們在幹嘛? - 欸 妳們在幹嘛? - 這邊的情況相不太好 - 蛤? - 因為 KOA這邊已經Lock down - 我看來我是在去飛滿個機票間行的 - 還可以來吧 - 回來了一下 - 台灣很爽啊 - 對 我有感覺到 好 我有買了一個呼呼彎 唉唷 唉唷 我要跟他有Boxing 把它包起來 待會兒回來 好 沒事就就這樣 Bye 弘麗怎麼彈Double Bass啊 爽啊 你不是在美國 intro鋼琴的line 開始的時候 它不是鋼琴 它其實是吉他的分解和弦 後來我自己在做的demo裡面 就是有放合成器在裡面 就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錄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也有意識到 這個問題就是 真的是沒有一首歌 是要live 要同步 原本也沒有想說 就是弘麗會彈Double Bass嘛 但想說他最近在練Double Bass 這首歌用Double Bass 因為我覺得那個Double Bass的 聲音的質量很大 然後跟鋼琴 跟木吉他的組合 是我們沒用過的 那這三個聲音 夾起來 會彈一個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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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下一個保齡球 全倒 全倒這還要講 為什麼 很爽 真的不爽 喔 要判斷 而且我們剛才有各自 兩個旋律疊在一起 通常都有彈一個旋律 但這個就是 兩個旋律全剛好 很漂亮的 疊在一起 聽到旋律 我覺得這個 很像一個故事 所以我就直接把那個故事 就記下來 然後之後就沒有忘記 登陸 如果跟一個 很心愛的人 過一個與世無爭的生活 然後就住在一間茶屋裡面 感覺會是什麼樣子 Tea House的最後一句歌詞是 Don't Ever Leave Me In The Tea House 就是不要把我一個人丟在茶屋裡面 每個人都不想當只是一個人 人都期待與其他的發生關係 就像談戀愛跟玩音樂一樣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 這樣的錄影師的版本呢 其實就是飛車的團員們 大家貢獻了彼此的靈魂的共鳴 然後產生了這個獨一無二的音樂 這首歌叫做Tea House 在錄這張專輯的時候 飛車的聲音好像進化成一個 太陽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回到一個比較單純 比較親密的一個方式 錄這首歌 一種不怎麼突然在飛車連團似的 不小心在聽他們連團的樣子 那種感覺 在錄製的音樂中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 you in the tea house Don't ever leave me in the tea house あの異議中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 you in the tea house We don't want to play with you in the tea house 中文字幕——YK